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 使徒约翰说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 主说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小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一个住在主里面 与主同活的人 是不会羞于见主的 主的日子更近了 让我们谨慎自首 请行祷告 今天 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如何读真言 我们思想 如何读真言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真言十章一到九节 真言十章一到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耶和华 求你引领 主耶和华 相依依依依依 走过境 十方业路 我们乱 罗主有权能 愿主圣 受伤保护 天下划那 天下划那 求主 世上刺别我 求主 世上刺别我 求主 开通永生 结缘 使我路中 不甘恨 求主 求主 作我 运触 活主 明明 道 我 如 不走 错 劝能 求主 劝能 求主 作我 盾牌 真言第十章 一到九节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是义人受饥饿 饿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守懒的要受贫穷 守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恋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秀烂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愚望的必至倾倒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真言十章一到九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九节 真言十章九节 经文说到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真言十章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读和默想的金句 真言十章九节 我们再背读一次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真言十章九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如何读真言 所罗门有本事 把他伟大的智慧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 所以真言读来 有如俗愿或老生常谈 这些实用的引导包括各种主题 旨在诸人避险应试 内容对大小事都有讨论 从多言多语到敦亲慕邻之道 等等都有 真言里讲的大原则 任何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例外 但真言讲的多半不是例外 通常正直虔诚 努力而有智慧的人会成功 愚昧人和万事不公者 纵然由短期看来成功的 但长期看来 却终究会为他们生活方式付上代价 真言多半是简短 一语重地 所以读的时候不能一口气读很多章 而要细嚼慢咽 仔细品尝 慢慢消化 渐渐吸收 不少真言是用平行的句法写成 有的是用第二句来强调 无论是第一句 像真言十章第十节 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愚妄的避致倾倒 还有一种是反义平行 后续的信息跟前者相反 比如真言十章四节 手懒得要受贫穷 手勤的 却要富足 有时这些比较的意义 不是很明显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言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如何读真言 这个题目 《猎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记载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 胜过以色拉人以探 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维的列国 他作真言三千句 诗歌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自立巴嫩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西草 又讲论飞行走兽 昆虫水族 天下猎王听见 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猎王记》上十章四到八节 经文又说 世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 和她所建造的宫室 习上的真羞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仆人两旁势力 以及她们的衣服装饰和久正的衣服装饰 又见她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秀差异的神不守舍 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其次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 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你的仆人 常设立在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 圣经的诗歌智慧书 是神道哲学 基于神的启示的哲学 不同于以人为本的一般的哲学 一般的哲学 所追求的是对智慧的爱 神道哲学 是以神为本的 对讨生喜悦的敬贤生命的爱跟追求 人的心灵若没有对神的敬畏跟爱慕 就无法获得这样的知识 真言九章十节 是孙大中信主的时候最早 背诵了一节真言 敬畏一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就一直追求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涵 亨利马太说 我们要选择走这样的道 不是因为不知道别的道 而是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道 没有其他又安全又美善的道 从先知的角度看 义是正直 罪就是对义的偏离 所以先知常常责备人背离了神的义 然而从祭祀的角度看 义是神的命令 罪就是对神的轻慢 因此祭祀则被人干犯了神圣洁的诫命 在神面前有罪了 一个人离开了神的义 自然就会去干犯神的诫命 但智慧人看义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才行出来的合宜行为 犯罪的人是愚昧人 因为无知 他才让自己陷入罪中 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晝月思想的人有福了 他会远离愚昧无知 懂得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我们在思想 智慧人看义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才行出来的合宜行为 一个智慧人因为有知识 知道什么事能讨神喜悦 并知道如何实践出来 读真言的目的就在这儿 是为了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喜悦 让自己在主耶稣同那众生徒来的时候 在天父面前能够心理坚固 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成为从上头来的智慧 信徒品格的成长 是圣灵在信的人身上不断动工的结果 敬畏神就是累积智慧 敬虔知识的先学条件跟必要基础 如果不敬畏神就不可能活出 能讨神喜悦的敬虔生命 所以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原因就在这儿 真言一章二到七节 所罗门提到他写真言的目的的时候 他说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慧 分辨通达的言语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 政治的训慧 使愚人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使人明白真言和辟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慧 欲望人就藐视智慧跟训慧 因为他的心没有对讨真喜悦的敬虔生命的热爱跟追求 他不愿意尊崇神 顺服他信靠他 也不想敬拜侍奉神 欲望人就是心里没有神 也不惧怕神震怒的人 他只要随从自己的私欲 任意妄为 不愿受任何约束 但敬畏神一心要讨身喜悦的谦卑人 就晓得智慧跟教训 就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 他向神大大张口 神就给他充满 有的就还要再加给他 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要只能吃奶 而要长大 学会明智而妥当地运用他的话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作者说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当我们的心蒙了光照 明白真道以后 就开始除去不敬请的心 摒弃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 保罗为菲律比人的祷告就是 他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知道基督的日子 他为各路西教会的祷告就是 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主耶稣道正肉身 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一切都在耶稣的言行中 展现出来了 主的兄弟雅各说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也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中的异果 这是真言要达到的果效 而耶稣的处事就是这样 耶稣说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便倒塌的很大 真言就是不要我们做无知的人 叫我们做智慧人 当耶稣则被法利塞人的假冒为善 瞎眼无知的时候 他说 无知的人啊 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吗 又说 什么是大的 是金子呢 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在讲 无知的财主比喻当中 他又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聪明人知道如何行 能讨身喜悦 就像船有了舵 在生活中就不至于失明的方向 因为美好的灵性带出了好行为 跟好的品格 那个结果必然是美好的 神让我们用 既格言俗语的方式来明白他的道 圣他多词多方启示的智慧 他把他的恩典 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 在圣经里有诗歌 有真言 都是让我们能明白神的道的 上帝启示的方式 美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杨菲利说 所罗门有本事把他伟大的智慧 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 所以真言读来 有如俗愿或老生常谈 直接实用的引导包括各种主题 旨在诸人避险应试 内容对大小事都有讨论 从多言多语到敦钦目林之道 等等都有 当然真言里讲的大原则 任何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例外 然而真言讲的多半不是例外 通常正值尽前 努力而有智慧的人就会成功 而愚昧人跟万事不公者 纵然有短期看来成功的 但长期看来 终将为他们生活方式付上代价 真言多半是简短的 易于重地 所以读的时候不能一口气读很多章 而要细嚼慢言 仔细品尝 慢慢消化 渐渐吸收 一节一节的去思想 而不少真言是用平行的句法写成 有的是用第二句来强调或认识前面那一句 像真言十章十节 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欲望的避之倾倒 还有一种是反应平行的 后续的信息跟前者刚好相反 比如真言十章四节 手懒的要受贫穷 受勤的需要富足 真言里边有很多主题 涉及人生许多处境 有很大部分 上帝用对偶的方式 让我明白上一句 下一句 比如 温良的蛇使生命树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两相对照 神的心意就很明显 你发现有些话是重复的 比如真言十四章十二节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那这句话真言十六章二十五节 又出现一次 为什么 因为很重要 所以神反复叮咛 重要的话要讲两遍 你多的时候会纳闷 这些经文刚才读过 几个内容完全相同的经文 怎么又出现在不同地方呢 不用奇怪 好好把它记下来 真言一到九章 讲的智慧对人的帮助 智慧 在神百姓生活中的地位 让我们有敬畏神的生命 懂得听从神 遵祂的话而行 在行为中表现出 因为敬畏神而有的信心 你因为信神 所以会有公欲的作为 你会行义 你因信在神面前就称义了 而你的好行为 对人的爱心在人面前称义 你的光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品格好行为 他们便将荣耀归给天父 耶稣说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读真言可以帮助我们增长学问 知道怎样谨慎行事 在现今邪恶的世代 不像愚昧人 而像智慧人 懂得爱惜光阴 传道书是所罗门所讲的一篇 主题为虚空的 劝势的道 真言则是对于活出 讨神喜悦敬献生命的指引 要看真言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真言三章二四节的二十六节 主接着所罗门说 你躺下必不惧怕 你躺卧睡得香甜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比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就如同拒绝福音自举灭亡 拒绝智慧就自招损害 透过对所罗门真言的仔细阅读 求主引导我们的心 塑造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能够做出有智慧的选择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义人的路》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的记在心 主抱收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剧 真言十章九节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避至败路 真言十章九节 另外还有一节非常重要的金剧 就是真言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懂得敬畏神 认识他 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读真言 主必给我们智慧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愿你借着其实真理的圣灵 教导我们明白 你所自想的每一句真言 使我们归正 教导我们学义 教我们完全 能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知道 若是没有敬畏你的心 我们是不能明白真言里边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的 主啊 这些宝贵的真言 约是有着当时的历史跟文化背景 我们不容易明白 需要花时间查考 求你赐我们耐心 有些经验之谈 要跟整本圣经的总原则 配合起来看 也求你给我们需要的智慧 你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帮助我们日日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若我们所言所行 更能够讨你的喜悦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是我地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我彼不知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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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我的ielen心 虽然心过 似引有古 我也不怕 照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